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Ruye Ruye请说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不管晴天雨天 原始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我是Ruye 先告诉大家 因为环境条件不佳 烟花的结构呢 已经慢慢的在减弱 并不会形成台风 不过今天呢 还是受到它的外围环流水汽影响 也为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带来了不少降雨 直到下午4点之前 屏东西大午山累积的雨量 就达到了124.5毫米 也因为热地压 今天的风势是有明显的增强 但是我们的温度并没有因此下降 像是今天的最高温 是冲到了37.5度 地点呢就在宜兰的罗东 也因为天气很热 中午过后 部分地区因为热丢流 发展很旺盛的关系 在中午之后呢 就出现了冷淋雨的现象 我们现在透过卫星图 来看看明天整体的天气状况 热地压呢 在我们东南方的海面上 即便呢 它不会形成台风 但是还是会带来两个影响 首先呢 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云海的空旷地区 就容易出现强震风 再来 就是我们的恒春半岛 还有台东一带 特别是南徽地区 今天呢 受到这些外围云气的影响 天气就显得相当不稳定 降雨的现象 随着外围云气的进入呢 就会一波一波出现的雨势 不过到了明天 水气呢 就会慢慢地减少 但是在中午过后 局部的地区呢 就还是会有震雨的欠象出现 特别是在我们山区部落 在这个时候外出的话 就要多注意天气上的转变了 而温度上的呈现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来告诉大家 从图上可以看到呢 北方是有一道封面 但是这个封面 一时半刻呢 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 而东侧的太平洋高压 正在蓄势待发 从明天开始呢 高压的势力范围呢 就会逐渐往台湾这边延伸 预计到了礼拜四 影响范围呢 就会涵盖整个台湾 也就是说 从明天开始 先从东部地区开始 全台湾就会又会回复成 典型的晴朗炎热的 夏季天气形态 阳光热烈的打招呼 高湾普遍呢 都会来到33度以上 而且我们也预估啊 这个温热的天气呢 会一直持续下去 就请大家 特别是我们的老人家 还有小朋友 一定要严防热伤害的发生 而长时间 需要待在户外的观众朋友呢 就请适时的补充水分 避免热中暑 至于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 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东的 世子牡丹满洲 高温来到32度 降雨机会5成 泰武来一春日 高温来到36度 有2成的降雨机会 三地门雾台马加 高温来到36度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高雄的元香地区 高温来到34度 茂林地区要注意短暂云 嘉义的阿里山 气温在13到31度之间 南投的人爱于池 水里及信义 高温来到30度 要注意短暂争雨 台中的和平 气温在17到30度之间 要注意午后雷争雨 苗栗的南庄 诗坛泰安高温来到30度 降雨机会有8到9成 新竹的关西 歼十五峰高温来到31度 有8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高温来到32度 要注意午后雷争雨 宜兰的大同南澳 高温来到34度 有8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华联的新城 华联市吉安 高温来到32度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秀林及万荣 高温来到34度 有5到6成的降雨机会 寿风风兵 高温来到36度 有1成的降雨机会 凤陵光复及瑞穗 高温来到34度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卓西玉里及副里 高温来到34度 有2到7成的降雨机会 台东海岸线的地区 高温来到37度 有2成的降雨机会 纵武帝 纵武地区 高温来到33度 有2到3成的降雨机会 木野台东市及悲南 高温来到34度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太马里大午 金风及达人 高温来到34度 要注意午后雷阵雨 蓝雨地区 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 而最后来到外岛的 连江金门 澎湖高温来到32度 有2成的降雨机会 下雨的机率 从现在开始 就会大为的趋缓了 预计到了明天 降雨就会转为 以午后雷阵雨的形态居多 在温度方面的感受上 不下雨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的闷热 相对的 碰上太阳高高高的日子 提醒大家 在防疫的同时 除了特别留意高温 避免中暑以外 有事要外出的时候 就要注意做好防晒 防紫外线的工作了 这就是本节的天气预测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雅外